世道换与鬼,人情薄如指,关系再好,也要守住这几条底线,维系一段关系,靠人情,还靠利益,就算是亲戚朋友,同事同学,哪怕是父子,兄弟姐妹,关系也无法完全撇开利益。 有的人,为了利益,不择手段,躲在暗处,冷不丁冒出来,让人防不胜防,更可怕的是,突破了做人的底线,感情也物极必反,无形之中就结仇了。 人与人,好的时候可以穿一条裤子,在一个碗里吃饭,坏的时候,翻脸不认人,掀桌子,砸饭碗,身处江湖的我们,不管和谁交往,守住以下几条底线。 一准没错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谈钱可以,别乱了规矩,自古以来,谈钱的规矩很多,比方说,亲戚不共财,共财断往来,有戒有还,在戒不难。 人嘛,谁都有缺钱的时候,若有亲戚朋友接济,就很容易度过难关了,在创业的时候,有人借钱给自己,也是很感动的事情,当自己有钱了,把借的钱还上,去感谢那些接济自己的人,人情就更多了。 平时,大家聊一聊赚钱的事情,能够合作,也能互相鼓励,很多赚钱的路,能够一起走。 但是谈钱的规矩一旦乱套了,人情就留不住了,还会产生欲望,祸害,晋朝的石虫和王凯互相炫富,一定要把对方比下去。 王凯对外甥晋五弟诉苦,说自己的财富不如石虫,晋五弟就拿出皇宫里的珊瑚树,到宴会上显败,石虫毫不犹豫把珊瑚树打碎,然后搬出好几棵更大的珊瑚树,最终王凯被比下去了。 但也因此怀恨在心,导致后来石虫被诛杀,家业毁掉了,任何时候都要牢记,金钱是用来滋养生活的,也是用来成就事业,帮助他人的,借钱也要遵守礼尚往来的套路。 若有了偏离,人情和金钱一起弄丢,丑事,别拆穿,俗话说,死要面子活受罪。 面子算不得什么,还是利益最重要,活好自己也重要,道理很清楚,但是有几个人可以彻底放下面子呢? 最大的面子,不是穿金带银,炫耀一番给人看,而是隐藏在心底的悲伤,不愿意被人窥探,别人把悲伤掘开,心就会滴血一样的痛苦。 面子也会荡然无存,在五代十国时期前属的开国皇帝王健,是穷人的孩子,他的父母靠买吹饼为生,为了生计,王健铤而走险,贩卖丝严。 乡里人称他贼王八,很快,他被官府抓获,挨了板子,受了棍杖,背部留下大量的疤痕,若干年之后,他成了有权有势的人,还想尽办法把伤疤去掉。 有一天,他故意露出自己的背,说,别人说我瘦了行,看看我的背,哪里是这样的。 下属冯娟走过来,惊叹,哎呀,您从哪里找来好膏药,把伤疤愈合了。 一句话,让王健的脸都绿了,对于人丑,之而不言是修养,一笑而过是格局,能够共情是温度,千万不要打破砂钩问到底,就是说实话。 都得谨慎一些,接了人家的面子,就是无形中给了人一个巴掌,这是结仇的开始,也让人无地自容,现实生活中离婚的事情,夫妻之中有人遇到第三者的事情,都是隐情。 最好不要去说,朋友曾经是一个疯子,赤着身体在街上走,但是后来便正常了,还和你做生意,工作,你也不要去说曾经的事情,但凡丑陋的事情,都是过去的事情,你何必纠缠呢? 一开口,丑就冒出来了,这不是污染了自己的嘴,嘴是用来吐春风的,鼓励人,赞美人,教育人,说话的底线。 说话,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,到了一定年龄,只要稍加指导,便能出口成章,但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张嘴说话,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,尤其是涉及社交关系时,会说话与会说话之间的差距,可能让人难以想象,更展现着智慧的高低,前者只是本能,而后者则是综合阅历,情商与思考后的高超本领,所以海明威才说, 我们用了三年学会说话,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。真正会说话的人,会根据实际情况,妥贴的发言,让彼此都感觉舒适。 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,而不会说话的人,只知喋喋不休,不去斟酌自己的谈吐,常常以恶语伤人,破坏关系。江苏省长州市的某小区,就发生过一起因口角而大打出手的事。 一名业主加完班,从公司开车回家,发现小区已经关门,执勤的保安也在门卫室睡着了,他便鸣笛叫醒对方,想让对方给自己开门,但保安被吵醒后十分生气,便出言抱怨了几句。 没想到就是这几句话,导致两人在门口发生了争执,最后甚至扭打在一起,直到警方赶来,说怨一书中有云,出言不当,反自商业。 说话不当,很容易招来祸端,言辞恶劣,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,与人相处,目的是增加见闻,沟通情感,少说多听,尊重别人,人际关系才会好,相信可以,别透支信任,信任是社交的基础,因为信任,人才有信誉度,可是有的人借用对方的信任做欺骗的事情。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写了一篇文章,说一个厨师和猫,一直很友好,猫对厨师非常信任,厨师外出的时候,命令猫看管厨房里的食物,猫跳上桌子,把肉吃光了,厨师从此再也不信任猫了,还把猫赶出去。 信任被透支一次,人情就彻底没有了,真正会社交的人,对他人的信任是有度的,不会全掏一片心,保留自己的隐私,留下自己的后路,虽然有些薄情,但符合君子之胶淡如水的说法,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亲戚,借用大家平时建立的感情,大量借钱,然后投之夭夭,也许你太信任朋友,把自己的隐私说出来, 对方却因此传播出去,导致你无法做人,多数的欺骗行为,一开始就是彼此信任,只是后来才发现,真心给错了人,小事,别计较。 俗话说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 对于小事,你不要去纠结了,一转身,就忘了,就行了,总是计较,鸡毛蒜皮的东西会变得很大,家庭,关系,都是鸡飞狗跳的样子, 续香山野路中有一个故事,宋朝,有一个文人叫潘朗,有一次,他和朋友柳开一起出差,到驿站建宿,驿站的小丽说,此处有一间房子,总是闹鬼。 柳开说,怕啥,我不做亏心事,我就要住。 到了夜里,潘朗披头散发,爬到房梁上,数落柳开的各种小错误,还说,我是因曹地府派来,要抓你的。 柳开非常害怕,潘朗哈哈大笑,就露马脚了,文章末尾写道,柳开气急败坏,连呼廊下。 潘朗当夜远远逃顿去了。 更可怕的是,潘朗适财傲物,故意捉弄身边的人,导致两次做事亡命,戏谑有度,出言有耻,这是任何人都要坚守的底线,若是把平日的恩怨都抖落了,那就没有关系了。 当然,还有平时吃饭,喝酒,花小钱的事情,你总是计较,那理尚往来也会变成难题,一旦什么都要对等,那也会如市场交易。 人情关系也没有了,交往的底线在日常交往中。 即使关系再好,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因为即便没有明说,但从个人角度而言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致的安全线,一旦有人貌视得越过这条线,让彼此的距离太近,便会自然而然从内心滋生出反感的情绪。 就像我们用眼睛看东西时,太近或太远的东西都会变得模糊,只有在合适的范围内,才能看得真切清楚,想要维持一段关系,就要坚守原则和底线,任何时候都不愉悦。 三毛说,朋友在亲密,分寸不可插师,自以为熟,结果反生隔离。 清朝时,年庚瑶一度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,手握重兵,两人的关系也十分亲密,但年庚瑶没有察觉出其中的危机,反而变得愈发骄纵轻狂,甚至有时连雍正都不放在眼里,很快,他的自大与僭月便招来了祸患,不仅自己被杀,还连累了家人,终至身败名裂,人与人之间走得太近,是一场灾难。 刻意疏远,又亦产生嫌隙,最好的状态,是知晓各自的边界,并懂得适可而止,如此方能和谐长久,增广闲闲文里说,人情莫到春光好,只怕秋来有冷时。 世界变化无穷,人心捉摸不透,人情来来往往,千万不要把社交停留在某个地方,学会动态的观察关系,建立社交的底线,分寸感,很重要。 如周国平先生说的,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,人际交往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。 我们无法完全摆脱人情,也不能一直在群体之外,只要把握好了尺度,那就游刃有余了。 对于突破底线的人,果断梳理,别犹豫,随时助劳底线思维,关系发展才会健康,阳光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